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主要是 從別的地方 抓一個VPython的程式回來 變成IoT Token的VPython device 我們這個例子從EDU Token抓回來 只要改一個字它就可以了 好 那等一下我們會demo一下 為了能夠跑這個網站 我們要先有一個Flask加Python的 好 那這個我會先再複習一下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弄一個首頁 就是類似在我們的IoT Token網站上面的那種做法 那你點了以後就可以連到 每一個這個VPython的這個device 好 那如果你已經跑了這些網頁 假如你是宿舍的IP 應該是Public IP 就可以直接讓全世界的人用 那如果你是像我們教室 電腦教室裡面的 是192.168這種private IP 你當然自己打可以打那個位置 就是看你是192.168點什麼 或是打local host 可是你用這種 或是192.168給別人用 是不能用的 那怎麼辦呢 好 你可以去抓一個NGR OK回來 然後只要打一行 解壓縮以後只要打一行 像這樣 就如果你聽的是8080 就這裡改成8080 那這樣呢 它就會在螢幕上顯示一個網址給你用 不過這個有一個缺點 就是如果你不付錢的呢 它每一分鐘 一分鐘 最多只能夠來回這個20次 就是透過它來連網頁20次 超過當然你就等一下再用就可以了 就會像出現這個訊息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這個關掉 好 那首先呢 要提醒一下 就是在你看影片的時候呢 除了記得設這個1080p以外呢 另外你要散用一下這個底下 就是說如果它這個底下 通常我都有放這些 就是每一個時間點的連結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標題 這樣的話 你如果不想全部看的話 就可以點這個 直接跳過去 比方說舉個例子 這個38分13秒 當然可能不是很準 可是應該差不多 它就跳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 然後就正在做 我這邊標題寫的這個事情 好 就關掉 好 那我先呢 開啟我們的專案 好 我習慣用test123這個 好 那我這一個專案呢 裡面有一個ball throw1 一個ball throw2 還有一個燈泡 那這個老大呢 還一直跑著 在這邊 好 這個老大 那這上面呢 連了一些有的沒有的 就有這個三個node 不要那麼多好了 我把這個先弄掉一個 兩個而已 一個就好 好 這樣這邊呢 按F5就不會長那麼長 好 那至於這名字 跟這裡看起來不一樣 上一次已經有解釋過 好 就是因為我在討論區裡面 也有回答同學 就是呢 因為你可能有另外一個 跟這個用一樣的 的remote control 然後也關聯到這個老大 那一邊設的這個字 跟這裡不一樣 好 但是另外那一個專案呢 可能比你這個還早建立 也不一定是你自己 可能是別人 好 那我們現在把網站跑起來 好 那再講一下呢 我這個 有隔離環境 那我們先啟動隔離環境 隔離環境 就是目錄 然後裡面scr tab下去 act tab下去 好 這時候看到這個 那我切到我的目錄 好 那我們網站裡面有什麼呢 第一個有兩個目錄 static template字 好 然後 這是用來測試的圖檔 那我現在檔案還是w88.p1 就在那個b1 就這邊斜線b1的那個網頁裡面有 好 跑起來囉 先測試給你看確實現在還不行 好 這網頁不存在對不對 好 我們跑起來它就可以了 好 它自己跑出來了 好 那我們斜線111 好 可以對不對 來 222 咦 有 怎麼沒聲音 好 那是因為 這個其實我們已經改成有聲音了 可是因為我把那個按鈕拿掉了 所以你現在就聽不到 意思就是你直接弄這個網頁它就沒有 所以你要先有個按鈕 或是說有一個連結點的跳過來 等一下我們做首頁以後它就會變有聲音 好 那我們要規劃一下我們的網站 首先呢 我們到這個 test543底下的兩個w 算是建立的嘛 好 那在這個目錄底下呢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static 好 那假如你所有檔案都一直放這裡 這到時候你的檔案就非常多 好 所以應該呢 盡量的有一些紙目錄 比方說圖片呢就放img或是image 然後javascript就放javascript 好 然後css就放css 這是一般常見的習慣 好 那目前因為我們不多 所以就放這裡 好 那接下來我現在要弄的 這個希望呢 它是獨立的一個紙目錄 好 那大家記不記得 其實我們之前有做過 自己電腦上的bub 好 那其實我這個還在呢 我們就去把它弄進來 你會發現你把整個目錄卡進來 欸 它就可以用了 好 我也不用去重跑這個網站 不用喔 好 所以我們找一下 在這裡 好 那這一個呢 如果你直接點這個 它就會跑起來 你還記得吧 好 那我現在把它複製回來 按右鍵複製 好 然後我們就貼到我們的網站裡面 在這裡 貼到哪裡 在Static底下 只要你把它貼進來這裡 好 那名字那麼長喔 你不喜歡 弄短一點 好 這樣喔 就在Static底下 這個裡面呢 有一個index 對不對 其他都是之前做過的 好 那我們就 直接在這裡打 Static barb index 習慣上我們都取index 就每一個目錄裡面的 這個檔案呢 盡量取這個 好 inter 可以 燈泡啦 對不對 好 你這燈泡怎麼 顏色跟人家不一樣 好 那這個很簡單呢 我在這邊裡面有解釋 這裡你就進到這個b3 叫b3這個 好 然後進到b3這個網頁以後 你就點這裡 我就會跳下來這裡有縮遠 好 其實 其實只要改一點點就可以了 這裡 不是這一個 是這裡 這只有這裡啊 RGB的值 改變就可以變成你喜歡顏色 那你可能說 那這個真的可以用嗎 好 我們試試看喔 這個是46對不對 好 到這裡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燈泡 綁定關聯起來 46 這個 好 那我這個是用 用這個 這個也是跑很久的DI2 DI2就是之前講過的 就連過來 好 就你打了字 它就送出來這樣 因為這裡有scale 就是乘0到99 好 那我們就試看看喔 點這裡 好 好 到這邊 好 先送個大一點 99 99 好 再送個0 關燈 好 再送個99 好 過3秒後你看喔 過3秒後 咦 它自己變色 對不對 過3秒後自己變色 好 現在可以關燈嗎 當然可以啊 我打1它就很暗了 1 很暗你就看不到 就幾乎是0 對不對 為什麼我打1呢 因為打0意思不一樣 我再打88 好 它亮起來繼續變色對不對 好 其實剛才也有在變 只是你看不見 好 但是如果你打0呢 關掉了 對不對 我們再打開 98 98跟99都幾乎全亮了 好 怎麼不變色 已經超過3秒了 為什麼不會變 好 那你再自己研究一下 但是我再打多打幾個 比方說88 沒有變 過了3秒沒有變 好 那 90 咦 它已經在變 好 所以你看喔 打0 99 所以接受過0以後呢 它就不會變了 至於為什麼 你就自己研究一下 我們這個網頁 再講一遍呢 就是你打這個 這個 B3 B3的這個網頁 然後這個地方 就是複習這個燈泡的 好 好 那至於Python Flask的這個網站呢 Python的網站 其實很早在入門手冊裡面 我就有放這一行 好 就是你想要學Python 或是Flask搞不懂的 點這裡 那點這裡 其實我是跳到這個斜線6這個網站 好 那這個網站呢 再講一遍呢 以前有講過 就是 你沒有耐心的 有耐心當然建立慢慢看 沒有耐心的 你就先點這個地方 這裡這裡這裡 注意這個地方 等一下 我會跳到Summary這個地方 然後初學者就是要看這三個範例 第一個呢 超級簡單的Flask 點這裡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邊我有解釋 就是這樣而已 其實你就 一句 兩句 三句 四句 五句 六句 七句 其實這個如果 如果你不考慮人家的import 你就只寫這行 就寫稍後這裡來 這樣就是網站喔 那這個網站呢 它的Static 你只要把東西卡進去就可以用了 好 這個是最簡單的 那這個後面有稍微解釋一下 比方說我這邊也跑了一個 好 看喔 跑起來 這是網站 注意這是在iottalk.vip上面的 好 然後你就回到剛才這裡 看這個第二個 好 第二個就比較長一點 有沒有 比較長一點 好 比較長一點呢 我這後面也有稍微解釋一下 就一樣你是跑python 對不對 這個因為在iottalk是unix 所以它要有一個3 好 那這個沒有用到template 好 第二個沒有用到template 好 回去 好 第三個 好 第三個 好 第三個這個有用到template 好 所以它會用到兩個檔案 所以我這邊呢 做了很多功能在裡面 好 包括它還可以加減喔 也就是說你如果像這樣 好 然後你打這兩個數字 它會相加跟相減 相加 相加 比方說你把這個333改成 這個12345 好 這樣這兩個相減就到了 12345 那相減以後就是 223 好 End 有沒有 223 相加以後 所以 這個網站裡面呢 我們有做事情 就是 在哪裡相加相減 好 好 好 在這裡 有沒有 好 我們 formate A B 還有 這個 A加 B跟A減 B 你說準備看到A加 B 因為A加 B在這裡做了 這個A減 B 這個A減 B 這個A就放這裡 這個B就放這裡 這個A減 B答案就放這裡 所以它送出來就是你剛剛看到的答案 好 所以這一個呢是我們 我們 在 我給你講一下 就是斜線6的這個 再講一遍 就是點這裡 我就會跳到這個連結這裡 這邊就說如果你有看完 那這些應該都會了 好 就是 這個算是一個 讓你很快可以跳到你要的那個地方去 好 所以這個是在 入門手冊裡面跟這裡都有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到EDUTalk去把 一個device偷回來 那在偷回來之前 我們就先 仿造這個 建一個 目錄 比方說我們這一個就叫做 B3 好 那弄一個目錄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說那你以後如果還有 其他的vipython呢 你就把這個目錄複製 然後改一下就好了 好 那這個目錄裡面要有什麼檔案呢 欸 它要有DAI 所以把它複製進去 它要有DAI 好 我按滑鼠右鍵 滑鼠右鍵 好 你不要滑鼠左鍵 它就跑進去了 放掉 然後複製到這裡 這樣這裡面有一個 DAI 好 那除了DAI以外 我們需要一個python的檔案 那我們就決定複製這個第二個 好 複製第二個 好 複製 透過去複製也可以 好 我們還需要一支HTML 我們到這個Templates 這個H2 複製這個H2 好 回到Static 回到B3 好 貼上來 好 那為了方便呢 我們換名字 好 因為習慣上就是叫Index 好 那這個我們為了 表示任何名字都可以 我們給它換成XXX好了 好 好 那這樣就是我們的每一個 Vpython Device呢 都需要一支Index 然後呢 一個DAI 然後呢 一個XXX.py 好 名字可以不用改 好 只要內容換掉就可以 那我們現在是把它變成 可以用的 所以先修改這個喔 好 那這個要注意什麼呢 第一個 你要抓到正確的DAI 那現在DAI跟你在同一個目錄 好 所以這個就去掉 好 用相對呢 這樣到時候複製複製複製 就繼續可用 如果你打絕對 你下次還要再修改 所以 跟我在同一個目錄 好 就是 DAI檔案跟我 我就是這個HTML檔 好 那DAI 欸 DAI都共用就好了 就是在Static裡面 好 所以這個檔案就改好了 就改了這一個 好 那這個我剛剛講過完 因為我把按鈕拿掉了 按鈕 那這樣不是都不能播聲音 那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做了首頁就可以了 好 存檔 好 接下來改DAI DAI就是要讓它抓到 這些都沒問題 這些都沒問題 我們就是要改哪裡呢 就是抓聲音的部分也沒問題 就是它有一個抓Python的這裡 目前它是跟我們在同一個位置 再強調一次 所謂的我們是指HTML 不是指JavaScript JavaScript在任何地方都沒關係 當我們講這個目錄的時候 指的是網頁所在的目錄 所以Py檔跟我們在同一個目錄 當然你如果建一個指目錄 你就要指定出來 那它叫什麼呢 XXXX.py 好 就是我們現在改成這樣 好存檔 好 那這樣這一個就已經是一個可以用的 我們馬上測試看看 就是一樣 也是Static底下 B3 3 好 Enter 出來了 那現在怎麼沒聲音 我剛剛不是講的 因為我們把按鈕去掉了 所以它現在都不會有聲音 等一下就會有 好 所以現在這一個已經 變成一個好的網站 好 好 我們調一下順序好了 就是呢 我們先讓首頁生出來 先讓首頁生出來 那這個首頁要生出來怎麼辦呢 就是我們到Templates這裡 這邊建一個index.html 這邊建一個index.html 好 我們複製一個來改就好了 因為免得編碼的問題 就複製這個 好 給它換成index 當然你不要內容跟它一樣 我們裡面要換掉 好 好 那這要換成什麼東西呢 我這裡有給你範例 就是 呃 首頁 這裡 好 你再自己研究一下 就覺得我們之後有三個項目 這三個 好 好 那我們就把它貼上來 好 存檔 好 那這個檔案因為現在在Templates裡面 那我們怎麼樣讓它可以run呢 再往下卷就有了 好 這個檔案 好 你必須讓它去render 好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要修改 修改那個我們的網站檔 好 這裡 好 好 PUI檔 用這個 免得不小心掌控擺出來 好 那要改什麼呢 順便把那個B3也改了 B3的話就是我們希望打斜線B3 或是斜線333 或是斜線333 都可以用 好 那簡單一點呢 就是用這個轉指的方式 好 轉指的方式呢就是redirect 好 所以我們就抄這個來改 好 好 抄這裡就好了 好 這樣 你說這裡怎麼沒抄到 我不要啊 好 放這裡 好 那這個是給B3用的 這行不要了 那 有斜線沒斜線 都讓它可以 算了 我們 還要一行 好 我們說要3333也可以對不對 我們還有一個也要可以 就是加分體裡面規定的 這裡 好 看一下 好 我們這裡有規定呢 斜線333也可以 還有斜線static 斜線3388.html也可以 可是我們不想去建那個檔案 好 那這樣呢就是很簡單 好 你就這樣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說如果User這樣打的時候 我就把它轉指 轉哪裡呢 我們剛剛放哪裡 這個不用打 因為我們自己同一個網站 就打網址就可以 斜線 static 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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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單頂號 因為這邊單頂號 如果這裡雙頂號 這裡雙頂號 好 所以這樣再講一遍 就是說這樣你只要打B3有斜線 沒斜線 或是打333有斜線 如果沒有斜線 它會多來回一次 還是最後會拿到的 還有就是打這個 最後呢都是等於 Static B3 index.html 好 那這個就我們剛才已經弄過了 就是打這些都會跑哪裡去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有一個去弄首頁的 首頁呢 我們把這裡換掉 好 其實我已經寫好了 在這裡 好 就把這個註解掉 然後把這個註解恢復 好 這個三 一培一培一培 或是雙頂號也可以 單頂號三次 或雙頂號三次 就是多類的字串 但是因為字串就不會執行 就等於註解 其實它其實不是 其實它是字串 好 那這裡我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就說 去template 有s 那個幕幕裡面 好 用jindia2的格式去把它弄 所謂jindia2就是你後面可以有參數 這樣子 那這個參數可以傳到裡面去 那這個細節呢 就看剛才告訴大家的w3.py 在這邊 就這裡 好 然後呢 你點這個最 講錯 應該是到這裡面去 好 到這裡面去 然後點這裡 然後點w3這一個 這個就有教你template template 就是我怎麼樣去使用這個template 它可以把東西傳進去 這樣稍微看一下你就會了 好 好 好 所以 我現在這一個所謂 這這裡就是所謂啊 所謂 其實我們這一些 那個跨域請求的這一些呢 實際上都可以把它殺掉都沒有用 好 好 這些可以通通殺掉 我把它變成註解這樣 沒有用 現在就全部變註解了嘛 這就不見了 那這個不見當然這一行也不能要 好 好 這樣就意思證明這事實上可以殺掉 那這個只有什麼用呢 這個只有說 你從那個幕幕裡面直接點兩下 把html叫起來 那你需要那個點py檔 由這一個網站來提供 好 這個時候呢 它才有用 要不然如果我們網站已經放在自己的 就是網頁已經放在自己的網站呢 那這些跨域請求是沒有用的 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加這些東西 所以我現在等於是註解掉了 省掉它等於省掉這些時間 這個註解掉 這個用三個雙引號 所以這一段等於全部註解掉 你把它砍掉也是一樣意思 好 那這個root的這一行呢 就是 這個return 這是網站喔 已經被我註解掉 所以他們先試看看 在這個template裡面有沒有這個檔案 Render template 如果有 他當然就把它丟出去 如果沒有呢 他去看看呢 Static裡面有沒有一支 Static裡面呢 要用這樣寫 好 其實這個時候呢 這個send static file 它意思就是在Static目錄裡面 然後如果都沒有 這兩個都找不到 那他就會丟出這個 沒有這個東西 好 存起來 好 我們剛才就是建了一個html 我們先把它偷換掉 好 這個先把它改成沒有 這樣子 這樣就沒有index template 我們跑網站 好 剛剛寒數名字忘了改 寒數名字忘了改 好 因為我們把它互製了嘛 好 好 所以他就會當掉 哪裡寒數名字忘了改 剛剛這個 我們不是把它互製到B3 333什麼的嘛 對不對 那這個寒數名字忘了改 跟剛才被我們複製的一模一樣 剛剛從這裡複製的嘛 show the ball py 有沒有 好 所以這個要把它改成 只要跟別人不一樣就好 亂打一對三 應該一定不一樣吧 好 存檔 好 執行 好 那如果你希望檔案改了 就自動執行呢 那這樣你就是 這裡加個debug等於true 這樣 有好處也有壞處 好 就是在這個 我已經加了 這裡 這裡加一個debug等於true debug等於true 這裡加了debug等於true的意思就是說 當這個檔案被改變以後 它會自動殺掉重跑 好 我弄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這個網站已經跑起來了 好 那我們來這裡 把它偷改這個檔案 好 看喔 好 這註解嘛 所以後面打幾個空盤沒關係 好 然後呢把它存檔 好 注意這裡 有沒有 他說我偵測到檔案有改變 然後自動重跑 好 不過這個有一個壞處就是說 只要你把文法改錯了 那它這個程式就立刻當掉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呢 我們這邊加個 這樣子 這樣它就錯了嘛 對不對 好存檔 當掉了 有沒有 它自己自動重跑然後就當掉 好 好 那你還是要手動來衝跑 因為它當掉 好 跑起來了 好 跑起來了 我們來這裡 手頁 手頁 好 這樣看 它是找不到這個檔案 因為我們裡面有印這個東西 好 那如果說你沒有印呢 我是不是有檔案開著 有這裡 這是 不確定是不是 重開好了 最好平常都把它關掉 免得等一下 因為我們窗 可不可以忘掉 好 那 這一個檔案裡面呢 它現在是 所謂是丟這個丟這個丟這個 好 打到這裡 好 打到這裡 好 打到這裡 好 要對這個 那有什麼缺點呢 來看這裡 看這裡 好 你看它出現 這個缺點 這個抽資訊 網站是沒當掉 但是呢 它出現這個抽資訊 好 那通常我們不希望使用者 看到這些東西 好 所以呢 你這個檔案呢 要有這個處理Exception 好 好 這個去掉 然後這一行 咦 這一行你把它注解掉就好了 好 它就這一行就變注解 好 那我這邊還有 咦 這個 這個也變注解 因為第一個只要是緊號 它就變注解 好 那注解到底有沒有凹進來 是沒關係 好 好 所以它這時候自動重跑 有沒有 它沒有當掉 好 所以現在變成 try 試看看 如果有問題 再試另外一個 好 好 這是不好看了 去掉了 好 存檔 一存檔它就重跑 好 所以這個檔案OK了 我們再一次 好 它就找不到啊 對不對 每個地方都找不到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換回來 好 就是這個 呃 Template裡面 換成 index 好 再來一次 有啦 對不對 好 它就變成 有三個項目 好 三個項目 好 那這是去抓網路一個圖 它可能比較滿 不理它 好 好 那我這邊呢 就是 Ball throw one 好 點看看喔 有啊 很好 所以這個OK 好 那第二個呢 咦 也有聲音 雖然沒有按鈕 它也有聲音 所以我剛剛講過呢 就是說 你只要有一個點了過去 它就算你互動過了 啊 再來這個 自由肉體 就是我們B3嘛 可是還沒抓回來 等一下 咦 怎麼這個 對啊 因為你剛剛複製的啊 對不對 我們剛剛不是複製了嗎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我們再把那個 燈泡加進來呢 好 那很簡單 我們就改一下這個檔案 好 所以就仿照這個地方 對不對 就加一個這個 加一個這個 咦 不過因為我這裡有一個 這樣好了 好 我們就複製這一個 這樣子 好 那這裡就寫一下 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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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錯了 不理它 燈泡在哪裡 在bulb啊 咦 不對 Static 因為我們裡面沒有加那個網址 Static的bulb的index 因為我們並沒有弄一個斜線bulb 如果你弄了 那這裡就可以斜線bulb就好 好 先這樣 存檔啊 好 好 按F5 燈泡 燈泡 有了 有燈泡啊 好 所以 你可以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 當然如果說你希望像我們的 IoT Talk系統呢 有一些用程式自己產生 那個部分呢可能 你以為教授可能會交到 如果沒交到我們以後有空再教大家 好 好 所以這一邊的這個 每一個按鈕按的這個就是我們這裡所謂的首頁 好 首頁的話就是 你這裡打home 我就會跳到那裡 警號 home 好 就跳這個 好 這是home page 好 這是它的首頁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 EDUTalk 好 這是交大裡面的這個網站 這些機器都在交大集中 那我們是給 除了詩平峰教授沒有 以外其他 因為他台大的老師嘛 他們自己有機器 那 第一台 第二台 第三台 第四台 沒有第五台 第五台老師可能跑掉 第六台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像這個是高輝君老師 第四台 可是我發現這台怪怪 因為高輝君老師比較認真 他可能常常改東改西 所以 我們用這個 點錯 對不起 好 點這個第三台 或是第四台 第三台 第三台或第二台 好 通常來講你需要註冊 好 那我們就點 因為我說要抓這個 好 那我已經註冊過 所以直接sign in sign in就是簽到 就是登錄的意思 那sign up 就是 你用一個email 然後自己取個密碼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 登錄 好 登錄進來以後呢 我們先確定他程式可以跑 好 不然你抓半天不能跑 對不對 先點看看程式 好 那我先點這個看看 好 有在動 對不對 好 那我們 點Program 然後點一下 Ctrl-A 然後Ctrl-X Ctrl-Z 兔完給他 好 那我們已經抓回來了 那我們來改這裡 到這個Static 我們剛剛用V3 好 好 這支 好 用IDA而已 好 那把這個檔案整個換掉 好 Ctrl-A Delete Ctrl-V 就剛剛複製過來的 把它貼上來 好 貼上來後 事實上只要改一個字就可以了 就是 這個地方 小寫的O 加一個小寫的O ODF 好 好 然後你去建一個DM 然後這個DM 當然要有這兩個feature 這樣就可以用了 可是 你懶得建DM嗎 那我可不可以拿現成的 好 可以啊 我們說過 那我就假裝我是 Ball throw one 那這樣我就必須騙他 我要把這兩個換掉 那這兩個換掉 因為相對來講 就是 對應的函數 對應的函數都要換掉 好 所以我們去拖 Ball throw one 好 點這個Ball throw one 這裡 好 那按右鍵呢 先檢查 好 那我們就點Source 然後點Page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各個檔案 好 那因為PY檔看不到 所以你要到DAI裡面 去看看他到底是 抓哪一個PY檔 在這裡 喔 在斜線DA 斜線VB 斜線PY底下 這個Ball throw one 好 那我們講過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把這個 所以不要把它去掉 所以不要把它去掉 你知道嗎 後面點PY先打好 然後呢 這裡 警號這裡 去掉 加個PY 謝謝 DAVP PY 就是這邊講的 DAVP PY 然後檔案 Ball throw one 檔案 它這個是變數 所以這裡可以看得到 Ball throw one 好 所以我 Enter 好 那你Enter以後呢 它就會把它抓回來 你剛好這邊就可以把它Save 按六鍵 然後Save 不要Save好了 好 因為我只要抄它一點東西 不要Save 因為你除非要把它弄回來 弄回自己網站 好 那我們到這裡 我們找一下 好 我們就把這兩行互製進來 先互製這兩行 Ctrl C 好 到這邊 這個 這個先把它註解掉 好 可以進來 對齊一下 好 事實上它在走到二道瓜裡面 對齊沒什麼關係 好 所以 現在就是我們這個裡面呢 它是Ball throw one 然後它有這三個 這個odf 注意它是odf 因為它原來這個是df 我就把它恢復 因為這個是註解掉 好 那我們想一下 因為它只有兩個 我們有三個參數 好 那我們就決定呢 用角度 來代表gravity 好 所以 這個gravity那個函數呢 現在要把它換掉 我們把它 把它 注解一下 這裡有 所以不用 就直接換掉就好了 換成這個 angle 好 好 好 那這裡面做的事情呢 你到時候要改 再來改 現在就是先讓它會動 再來 這個 半徑 radius 我們就用speed 來取代 好 這裡 好 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 這一項 odf有資料來的時候 它就會跑到這個函數來 然後傳進來 看你要做什麼就是 由你決定 不過這一邊它是用去做 這個球的半徑 對不對 好 那這個高度呢 沒有啊 因為它原來沒有 原來沒有 我們從這裡抄 好 從這邊 好 其實這樣用打的也可以 就是這兩行而已嘛 好 主要是這兩行 好 Ctrl C 好 那你想一下高度到底要做什麼 放哪裡 隨便放 就是放一個 這個不要跟別人 弄壞的地方 好 好 那這個 好 高度呢 我們就決定把球弄成那個高度 把球弄成那個高度 好 那球的高度呢 稍微研究一下 發現球的高度就這個啊 球的位置的YM 好 Copy 好 到這裡來 高度 注意那個outlook要很注意 好 那這個就等於data 中括號0 很簡單啊 都是data中括號0 Data中括號0 好 你把球的高度改變以後 那要不要 讓它不要動或什麼呢 咦 我們絕對可以不要理它了 就是你把高度改了就好了 對不對 好 高度改了就好 好 那高度改了一般來講 我們要在畫面上顯示訊息 不過它這一個程式已經有寫 好 我們稍微解釋一下啊 這邊 這一個呢 它會更新畫面上的訊息 它取名字叫updateinfo 一般就叫update或updateinfo 好 那這一個裡面它已經自己會呼叫自己 好 這一句的意思就是說 欸 你過這個一秒鐘後呢 跑來這裡執行一次 這也不是一秒 是每一秒執行一次的意思 那我們讓它每一秒做十次 因為每一秒只更新一次呢 我覺得太慢 這樣畫面上訊息不及時 所以這個十的意思就是 每一秒鐘做十次 意思就是十分之一秒後 自動做這一個 等於類似JavaScript裡面的setTimeout 十分之一秒後自動跑來這裡 那這樣呢 畫面上數據就會顯示了 好 所以這樣我們就不用去呼叫它 好 那這一個為什麼會自動執行呢 因為在setup這裡 這裡有一個setup setup這邊呢 它就會去呼叫它 在這裡 呼叫過一次以後 它就以後每十分之一秒 就會自動教育 這裡寫十 那再來我們希望弄個聲音啊 好 一樣從這邊抄 那我們記得這個聲音 就一開始要把三個檔案 搬進來對不對 欸 這個bosthlow1剛好沒有 那我們偷bosthlow2 直接把這裡改成2就好了 來 bosthlow2有聲音嘛 2 好 那這個聲音呢 這三個 複製喔 複製喔 然後貼哪裡 就是在很前面的地方 就這裡好了 好 好 再來呢 我們希望一開始的時候要播聲音 一開始播聲音 好 所以你看它呼叫DAI以後 就播聲音 好 這個 選到這裡下 呼叫DAI 更新訊息 那就放這個後面啊 好 所以這樣它一開始就會播聲音 那再來我們希望球碰到地 也要播聲音啊 對不對 那球碰到地在哪裡呢 好 這邊有寫 好 如果這個時候高於半個球 就是球的那個半徑 對不對 那表示這時候還沒有觸到地嘛 否則 那就是這裡觸到地啊 那觸到地的時候 它這裡是做反彈 好 那我們要播個聲音 好 所以就抄這個來用 好 但是你不要播這個聲音啊 你要播哪一個 播這個code code chord 小寫喔 大小寫是 因為檔名大小寫是有關 就是code 是小寫 好 不過這樣的話 它到時候會亂code 等一下我們再來修改 好 我先把它改好了 就是說 因為你直接就播聲音的話 它可能會一直播播播 播個沒完沒了 所以我們決定呢 那個速度大於一點點的時候才播 所以這裡加個這樣 假如 速度 速度 速度就這個 我們用絕對值 因為萬一它是負的 0.1好了 這個括號不用 當然要過還可以 好 所以 假如這個 這樣 假如這個 什麼意思 就是 假如這個的絕對值 速度的絕對值 大於0.1 澳就播聲音 好 不過我們希望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它已經很小 速度很慢很慢了呢 我們就把它停下來 好 所以我就直接寫了 抄這個來用 那你自己再想一下 為什麼要這樣寫 好 如果這個 小於 不過不要這樣 小於 0.05 好了 就是它速度很小很小 這麼小 對不對 這麼小 怎樣 把速度弄成0 好 這樣它就不要再跳了 好 那還有一個 我們希望這時候就不要動 那通常要不要動呢 因為這邊你一直做 它就一直在做事情 好 那我們加一個變數 好 我現在這裡偷懶呢 就叫做一直R好了 好 好 放這裡 一直 打 乖乖打 有沒有在run 好 好 這個變數要做什麼呢 這個變數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讓球不要動 因為剛剛那個進來 一開始不要動 好 那什麼時候它才動呢 就是參數有進來的時候 我們才動 好 好 所以舉一個例子呢 這個 高度進來 我們剛剛講過 不要理它 好 角度的指如果傳進來 角度事實上就是重力 重力的指如果傳進來 那我就叫它動 好 那記得這個要加Global 不然你改了就沒有用 好 一直run你 然後我們 你東西傳進來 我們就叫它動 不過要 不等一浪才叫它動 所以在這裡 好 我們讓它動 不過我之前的舉例 我們有做一個秘技嘛 就是 當你把 這是重力 當你把半件 好 所以我們這個也要抄啊 這個 這裡也要選 Global 好 好 不然的話你這個一等一 它就Local的變數 跟外面就沒關係 要記得加Global 好 那我們這邊呢 現在再加個秘技 好 就是假如 球的半徑 球的半徑 等於0 就是你竟然把它弄成0 事實上也可以說小於一個很小子 小於一個很小子可能眼睛看不到啊 好 不過我們這裡還是寫 如果你把半徑弄成0 對於這個是半徑喔 Speed的被我們當半徑 如果你把半徑弄成0 那我就把半徑呢 弄成一個比較奇怪的 比方說呢 我們上次講過 我們就弄成5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讓球停下來 好 所以一直Running 要改成Force 本來Data進來 我們讓它動 可是我發現你給我0 我就不要讓它動 這樣子 就是 如果球的半徑你把人家射成0 我們就跟它講說 你不要動 好 角度進來將它動 高度進來 你有動就動 不動就不動 所以我這邊就不去改變它的 這個 一直Running 好 好 那有些同學可能會發現說 欸 那你這個 Ball怎麼沒有Global 其實呢 你只要沒有寫Ball等於 那它就不用Global 因為你只去改變它裡面的 Ball的Position Ball的Position的Y Ball的Position Ball的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時候這裡是不用Global的 因為它知道這個Ball就是原來的Ball 但是當你寫Ball等於什麼 那這個Ball就會變成Local 所以這時候就要加Global 所以像 像這個 其實像這一句也不用 為什麼 因為它並沒有寫Label UnderlineInfo等於 沒有 它是點Text的以後才等於 所以這樣這個 這個句其實像是多餘的 不過寫了也不會怎樣就是了 好 那再來我們那個 這個Is Running要做什麼用呢 Is Running呢 就是在主程式這個地方 好 還有這主程式這裡 它每秒鐘只有124 太少了 我們把它改成1000次 好 事實上1000次電腦也不一定會跑1000次 看你電腦夠不夠 就是最快跑1000次 最快跑1000次 電腦會盡力 好 那我們這一邊呢 當你設定說 每秒鐘 主程式要跑幾次以後的後面呢 我們去加一個 假如 not 注意它不是驚嘆號 不是CC++ not is running 做什麼 有些東西也會寫成pass 不對喔 要寫continue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continue不是繼續嗎 對啊 繼續下一回合 不繼續下一個回合 所以我每次教到這個 都會告訴你 這個是玄學 就是continue就是不continue continue就是不往下 它就是放棄目前這一回合 因為這個fire loop 就很多回合 放棄目前這一回合 繼續下一回合 所以continue是繞回來這個地方 如果你break它就離開 就結束了 那如果你寫pass 就等於這兩句沒寫 它就繼續往下 所以不要想成pass 是continue 好 那這樣呢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不會動 因為它是force 所以主程式它就不會往下 它在這邊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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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有人把它改成true 這個is running 誰會把它改成true呢 其實我們如果有參數 這三個進來的話 就是angle speed 注意這大小小要注意 這些都對應到這邊的函數 不過這裡有一個就是高度改了以後 我不會去叫它跑 你有在跑就 你有在動就動 你沒在動就沒在動 我不理你 但是你角度進來 我會讓它動 angle angle就是 poverty 好 然後再來呢這個speed speed就是radius 半徑 它沒改變 我都會讓它動 但是有一個例外 就是你半徑如果是0 等於等於0 那我們就把半徑瞬間變成5 高度也把它變一下 高度是這個 高度呢 把它變成33 這樣它就突然球都跑到上面 然後球不會動 好 那這個順序事實上沒關係 你可能說 這個is around 等於force先寫 事實上沒差 因為電腦非常快 所以這三句呢 基本上順序沒什麼意義 因為它也沒有相關性 好 應該都改好了吧 對不對 好 存檔 注意就是xxx.y 關掉 好 可以測試了 你說這樣就可以測試 當然了 好 所以我們就打 我們窗還在嗎 就關掉了 好 該關的都關掉 這個有找了 關掉了 又沒有用了 edu talk 我們不用了 程式已經拿回來了 好 再來 我們已經做了 這裡 點看看 怎麼救的 因為 沒有更新 Ctrl F5 看看 咦 有了 如果Ctrl F5 還是沒效 如果 注意 要點這裡 然後呢 更多工具 清除瀏覽資料 這是運氣不錯 剛好 因為剛剛我沒有跑過 真正有東西的 清除資料 好 關掉 好 然後這個檔案呢 就可以Ctrl F5 這時候怎麼沒聲音 因為你只要這個當第一頁 直接打他就沒聲音 所以你必須從首頁 這裡 我們已經做了連結 剛剛做了 自由落體 點一下 好 有聲音 你說這真的能用嗎 好 看一下它是幾號 46號 好 回到我們的 這裡 我們假裝成Post Road 1 46號 這裡 好 管理起來了 好 那我們用我們這個來控制它 這個都已經連好了 就是 總共四個 最上面這個控制最上面 那 第二個 跟第三個 控制底下這個 最後一個控制高度 所以這邊 這寫沒用 因為它在另外一個地方 好 所以再講一遍 從這裡 就上面這個 這個剛好別的 另外一個沒用 所以這裡重力就顯示出來 那再來這裡寫 RAD半半半 是這一個 另外一個地方 故意寫 RAD半半半 所以這個是控制半徑 這一個 也是控制半徑 這個S 也是控制半徑 它是速度 就是這個 這個大小 這個剛好控制半徑 然後最底下 這個 10B 這一個呢 是控制高度 反而控制高度 這個 最底下這個 你說這裡怎麼寫 10B 因為 另外一個地方是寫 10B 好 那注意一下就是 他們都有Scale 所以你都要把它弄 最大最小 我們用這個切來看 好 就直接這樣看 你看這裡 Gravity 我們先點0 Gravity 就是這個 0 有啊 然後再點9 9.8 掉下來了 好 它開始跑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 高度這個 高度這個 高度這個呢 最右邊 哇 它到100去 好 最左邊 好 其實我們順邊變成0 對不對 你說它還在動 因為它一直 你捲動滑鼠的滾輪 滾輪 因為剛才它會自動 自動調整畫面的角度 好 好 我們把半徑瞬間變成0 半徑 你就不是已經0嗎 你還沒有動過啊 先弄到1再弄回0 因為它會Scale 好 弄到1的時候 你看它是多少 20 弄回0 到哪去了 因為它這時候 radius變5 高度變33 因為剛才我們捲過 所以 在這裡 你就捲動滑鼠的 然後 滑鼠右鍵壓著 可以旋轉 好 那 這時候如果你再動 它就會再動 就是這個 半徑 突然把它變成小 1 0.93 好 好 那 你如果重力 就是彈上去的時候 重力給它變大 這樣它就拉下來 下來 好 變大 它會拉下來 快到的時候把它變頂 再變大 因為變頂它會飛到太空去 講錯了 應該是下來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故意在這裡 變來變去 讓它很快 可不可以接近地面 這裡有速度可以讓你看 速度高度都看得見 好 所以你可以看它這個高度 從大變小的時候 就會掉下來的階段 好 所以往上彈的時候 讓力氣變大 對不對 就變小的時候 讓力氣變小 快到的時候 記得趕快把它變大 這樣它就會彈不太上去 被拉下來 好 就是上去的時候力氣變大 好 然後 下來的時候呢 欸 我剛剛又有點相反 好 那如果你跑太遠呢 就趕快把這裡弄一下 好 它就停住了 好 這邊這個是一樣的 只是這兩個scape不一樣 這個大小 你這個弄到最右邊它是 呃 先把它歸零 好 因為 零的時候我們變成5 那麼最後邊 好 最後邊你看它是30 好 最後邊是30 最左邊零 最後邊30 好 然後這個呢 最後邊 欸 20 好 這個最後邊20 怎麼這樣子 欸 因為我們剛剛在scale的時候呢 這裡 好 你記不記得我講過呢 就是說 你把這個改變了 好 欸不是這個 這個 你把這個改了以後 然後 重新連線才有效 好 那你如果重新連線才有效 那還沒有連 沒有重新連線 是不是就記住以前的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說 你這條線看你要怎麼scale 你就先把它改好 然後連起來 然後再把這裡改成別的 再連起來 改成別的再連起來 好 那我現在這裡還有一個dummy device 它是連到這個半徑這裡 而且現在也連著喔 好 這個其實有在跑在這裡 好 它是沒有scale的 你想想你這不是0到6 它不是它的 它是 因為我是弄00以後 把這個連起來的 好 好 所以你要看喔 我這裡可以送一個子給它 好 比方說 0.5 半徑了 好 你看 它變小小的 對不對 好 那我給它0呢 我就給它0 好 Enter 欸 它瞬間變成5 然後停住 好 高度設在33 其實這時候應該叫它更新一下速度 因為它沒有再跑就變成沒有更新了 這speed變12.89 speed變12.89 應該要把它改一下 好 我們改一下好了 好 這個檔案 我們複製一份 這個 好 那這個就叫 B6 好 那這樣你就兜了一個B6 然後這個B6裡面呢 我們檔案都不用改 我們只要改內容 這樣它你就兜一個device出來 然後我們這個內容呢 我們來改 加一個學校姓名進去 好 那怎麼加一個學校姓名進去呢 很簡單 就是 你就參考這個 Text 這一個 這裡 好 又複製這個 好 那這個隨便取個名字 比方說我的名字 因為這個名字反正後面也不會用到 然後我們這裡面呢 就加個 好 顏色也可以換一下 當然你要換一個很清楚的 好存檔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所以 另外這 另外這兩個檔案都不用理它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在不同目錄 好 所以這是B6 這是B3 對不對 好 來 把這個改成B6 這怎麼沒聲音 因為你不是點的跳過來 那就沒有聲音 那就沒辦法 好 所以要去做成點的可以跳過來 好 B6 你說那這裡怎麼沒有學校性名 有啊 在這裡啊 因為我們位置沒有變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把位置變一下 好 再改一次 好 那我們讓它 X9不一樣 這是10嘛 對不對 我們讓它先護8番 你不要護太多 但是萬一看不到 高度弄低一點好了 15 好 存檔 好 回來這裡 好 這時候F5沒效 Ctrl F5 Ctrl F5 再沒效 清除 已經有效 但是我是做一下給你看 清除 好 好 那因為這時候還是沒聲音 所以我們說要來改這個首頁 好 好 首頁在哪裡呢 在Template裡面 這個 這個 好 增加一點 這個 複製 貼上 好 那這一個是 B6 好 如果你只是 不要不要用Render的話 再Static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這一個是 B6 好 存檔 好 回來這裡 F5 好 這裡 有聲音了對不對 因為它就等於是 當作我們有互動 好 所以這樣就跑進去 你覺得這個可以用嗎 再試一下 這一個是49 對不對 是49 好來這裡 B4 1 好 49 好 注意這裡 我們先改Gravity 0 9 好 好 然後 這個半徑 最右邊 最右邊 最右邊是20 對不對 最左邊 最左邊 當然是0 可是0會瞬間 變成5 好 這一個也是一樣 最右邊 30 那你如果突然變小 它就會又開始跳 好 好 高度 1 好 這裡多少 38 所以它剛剛被我們瞬間弄到38 你說那它怎麼還在跳 因為我們剛剛寫了 就是你改變高度 我們有在跳就跳 沒在跳就沒在跳 所以你可以先把這個停掉 這樣 好 那我們去改高度看看 好 高度 你說不是38 你沒有送出去啊 點這裡 這裡好了 13 有它就跑到13 對不對 因為原來沒在動 就沒在動 因為我們剛剛程式就是這樣寫的 好 所以 你可以任意調整高度 現在53 看不到 好 你把滾輪呢 呃 往你自己捲 往你自己捲 就要讓人退後 就可以看到更遠 好 所以現在這裡是53 對不對 你只要改變重力 它就會掉下來 好 因為我們裡面就是寫 你一改它 就掉下來 比方說送9 你說9不是9點8 對啊 可是你有送資料過去啊 9 好 因為剛才它的速度正在往上 所以它先往上又往下 好 那這是因為它的速度呢 把那個 正號負號取消了 我們也可以去把它恢復啊 好 這是6號的這一個 來 在 template static b6 這支檔案 這支檔案 好 我們找一下它的update info 在這裡 好 你看它把它取決類值 過來點 你看它速度把它取消 把它取消掉 就好了 不要取決類值啊 這個去掉 好 存檔 好 那當然你可以去改其它 發揮你的創意啊 那我們現在 就先 先能夠跑 你不要有創意 但是不能跑 那沒有用啊 好 就改好了啊 好 回來這裡 先Ctrl F5 好 那現在問題來啊 你也不知道它跑到新來就的啊 所以這時候最好你把 比方說把這個名字這裡 稍微改一個字 好 這樣出來如果它就是 舊的你就 不然你就是 為了保證正確 你就每次都去清掉 記住這裡一定要打勾 這裡這裡 快取 快取一定要打勾 好 然後Ctrl F5 好 這樣它應該是新的啊 可是你從這裡跑沒聲音 所以要從首頁那邊點的跳過來 好 首頁這裡 B6 好 那這個就是新的 等一下速度這裡就有正負 好 不相信呢 我們看看這個是幾號 42 42 好 那因為這個dummy device都連折 所以你可以直接控制它啊 所以42 好 我直接從這裡控制好了啊 我這裡丟個 5 這個5的話是半徑喔 所以它突然間會變成很大顆 好 因為現在是0.5嘛 好 1 好 接下來 你看這個 有正有負喔 有沒有 好 下來的時候是負 因為受低吸引力影響 這裡速度 負的 上去是正的 好 好 所以如果等它上去的時候 把半徑突然變小 因為它中心位置沒變嘛 就會變成下來 就比較 比較 有力氣 0.5 好 那彈比較高 有沒有 好 那如果這裡 擋 33 哇 球變這麼大 而且它還在這裡跳啊 哇 因為這時候球比較大 我們剛剛是檢查那個 0.1吧 所以它擋不到 它在這邊 好 就變成不會停了 好 不過沒關係啊 因為我們有密技啊 打0 好 因為這個是控制半徑嘛 好 那瞬間停 好 那 你再把它改成小一點 好 比方說1 好 這樣它應該會停了 好 好 那當然 那個老大呢 還是可以控制的 好 這裡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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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關聯先停掉 然後把它關掉 那這個127.0.0.1我們先關掉 然後ngrok很簡單 我已經抓回來 ngrok的zip檔 這個很簡單 然後你就把它unzip 它就只有一個檔案 用pkunzip或什麼 解壓說就對了 所以unzip 它解壓只有一個檔案 你看ngrok 怎麼用呢 ngrokhttp-80 看你聽哪一個pod 跑起來了 它會鍵connection 連到美國 一鍵好了 它給你一個 沒有s的 一個有s的 https 當然用這個 好 mark起來 按enter 這樣就複製到 萬一你mark不理你的時候 點一下這裡 然後點編輯 點標記 這樣就一定可以 因為有時候會變不行 不曉得它窗怪怪的 通常都直接按就可以 就這樣 好 mark起來 按enter 現在就複製到了 複製到以後呢 我們到這邊來 Ctrl-V把它貼上來 你就是這麼奇怪的網址 對啊 就是ngrok提供的 這就是你現在在跑的這個城市 那我們可以從網站那邊 這個先弄上面一點 然後這個是網站 對不對 你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看到它連的情形 要看到這邊連進來的情形 好 這個按enter 右邊一點 好 按enter 欸 透過它完了這個圖 有抓回來 因為我是連到別的地方去抓 我剛剛在自己的 我常常抓不到 好 所以 你只要一點呢 這邊會動 這邊也會動 再過來一點 好 這邊它會告訴你 這邊也會告訴你 好 過來一點 好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我這邊有一個圖 這裡 好 那這個圖的這個做法呢 你在這裡面 然後在這裡打警號 ico ico 就icon的意思 enter 好這裡就有解釋 這之前已經在討論區公告過 好 所以我就不再demo 你就照著做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剛剛在那個裡面呢 已經寫好 所以你會看到這裡有這個圖 好 這個圖 好 那這一個真的能用嗎 好我們試看看喔 我們點這個 好 你看可以啊 而且你看這裡都沒變喔 好 這都沒有 就是我們原來的斜線111嘛 對不對 好 好 那 這關掉 這一定可以喔 這一定可以喔 再回來這個手耶 好 222 直接進來了 有沒有 也是有聲音 就這裡斜線222 好 就關掉 好 那再來用這個B3的這個 等一下 咦 它轉指 因為我們裡面就是叫它轉指啊 好 不過這一個轉指過來呢 因為等於不是點的跳過來 所以反而它這裡變成 因為它從裡面轉了 所以我們沒聽到聲音 再一次看看 好 所以這種放在Static的有一個缺點 就透過它以後呢 它變成不安全連線了有沒有 好 那 剛才的這個其他這個 這兩個都是安全連線喔 你看喔 因為它這裡都沒變啊 好 這安全有沒有 有一個手 點進去 還有一個手 好 安全 然後這第二個 第二個手 好 這兩個都是Render的 這個是用Redirect 轉指 所以轉了以後 它轉到一個不安全連線 而且它這時候認定我們是第一個這樣弄 不是按了跳過來 就是沒有在這個網站按一下 所以這時候就沒有聲音 我們講過的跨域行動 按這裡可以看到 選它 它企圖播聲音的時候呢 一定有出現Air 在這裡 就是你沒有先互動 在這裡 沒有先互動 就想要播聲音 對它來講變成這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燈泡有沒有 不過這個我們都是用Redirect 所以應該都跟它一樣 在這裡 這安全的耶 這還是安全的 這一個是OK 這是安全的 這一個本來就沒聲音 這燈泡本來就沒聲音 在這一個 在這一個 這個是OK 這個是安全的耶 等一下 那我們看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這一個跟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按六鍵 檢視 檢視 原始碼 好 因為我們這個用了一個斜線B3 對不對 這個自由肉體這個用一個斜線B3 那我們剛剛 還是維持安全的是 直接把它指到這裡去 其實不是經過B3 然後Python裡面 把人家再轉指 好 所以這一個可不可以讓它變成 跟它一樣 當然可以 就是寫Static 斜線B3 斜線Index.html 就可以了 這一個 這樣就點了就過去 好 不像這個點了呢 它跑到裡面轉指 然後再回來這樣 好 所以導致這個 自由肉體的這一個呢 變成 那個不安全 好 剛剛在這裡 好 所以 馬上改好了 馬上改 來 馬上改完 我們這個就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 這個 這個 好 好 好 這裡 就是你不要讓它斜線B3 因為你斜線B3呢 它 經由裡面的那個routing 繞了一圈 所以 左邊還有 好 因為我們實際上就在這裡嘛 就是說 你從這裡點一次以後 就直接到那裡這樣 好 存檔 好 按F5 你又怎麼沒變 因為當然看不出來 好 點這個 好 安全 沒有 它沒有 就是 它斜線Static 斜線B3 斜線E 就是你沒有中間轉一次 中間轉一次就是 你本來這樣打嘛 這樣這樣 B3 這樣 它轉指 再轉指 轉 就轉到這裡 它變沒聲音 好 就是 反而你剛剛點了以後 跳過來 這樣 這樣 你把這個 你看這裡 我移 滑鼠移這裡 你看這個左下角這裡 好 注意看 有沒有 斜線Static 斜線B3 斜線E 也就是說 這個點的在跳到那裡 那它認定是同一個網域 所以這樣就允許波聲音 允許波聲音 好 你如果這樣打 不行 因為它經過轉指 有斜線沒斜線都一樣 好 它轉指 然後跳過去 好 所以這時候沒有聲音 好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